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幸福,出手可及正在热播。 最新剧情,自打周放被周放妈妈严命监控后,和宋领之间的来往就有点相对诡异。 这不宋领为了能够见到周放,居然开始在周放家的楼道口实施蹲点。 还好老天眷顾有心人,后来还真让宋领等到了周放,继而两人长话短说,别有一番搞地下工作的意味。 周放妈妈看周放那可叫个紧,当时两人话还没说几句,随后周放的电话便响起。 原来是周放妈妈询问周放上哪去了,一刻也不准周放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。 周放下楼丢垃圾这是没有假,但周放在电话里为了应付老妈,说自己碰上了一只狗,为此才耽搁了点时间。 这个借口听起来,不免就多少有些耐人寻味,为何非得是只狗?难道其他动物就没有遁守异性的嗜好吗? 你看宋领当时乍听过后,流露出的那副表情简直充满了无奈和自嘲,并且嘴里还一直在嘀咕,碰到只狗咬死你。 这一段再配上宋领的小牙,太搞笑了,其实周放可真不把宋领当外人。 嘴上说两人不会和好,实际上早把宋领当做了自己的男人,否则不会对宋领说话这般毫无顾忌。 毕竟人家也是个有身份证的大老板,当宋领制服汪作养,并跟周放邀功求必动后,跟周放的关系也算是默认和好了。 次日早,看领哥那走路的姿势都带风,可谓一时之间意气风发。 就见他那满脸的春花烂漫从未消停过,当晨晨来找宋领汇报工作之际,最初还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。 眼见着宋领那哼着小曲悠闲自得的模样,简直就像换了个人。 面对晨晨的一脸不可思议,宋领随后告诉他,这就是爱情的力量,爱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。 当时看到老板今天这么高兴,晨晨可不想坏了宋领的兴致,于是接着就主动告退。 这一幕虽短,但确实让人感同身受,谁都知道爱情的魔力,它可以让你哭,也可以让你笑,更会让你一度深陷其中,以至于无法自拔。 另一边,周放的太善良了,以至于为此还让宋领起过疑心,后来两人居然再次萌生出嫌隙。 还差一点发生剧烈争吵。 不过这也不能怨宋领心胸狭小,毕竟像周放做的那件事一般人根本就做不到,让人有所怀疑也是自然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周放自打把汪泽阳送进橘子后,后来想想又感到有点于心不忍,于是接着就驱车去了汪泽阳父母那里。 当时面对汪母还是,一如既往的对自己那么好,周放的内心不免就更加觉得难受。 毕竟那是他和汪泽阳之间的事,本就不该牵扯到老人身上。 为此当周放听说过汪家的实际状况后,在临走前便背着汪母留下了一张八万元的银行卡,并且还附带上一张小纸片,意思是说自己日后不会再来这里,这点钱就权当他的一点心意。 看到这里不知为何眼睛就感到有些湿润,有的人可以陪伴你,走过好长一段人生之路。 但有的曾经在一起,十分温暖的彼此两个人,却有可能成为生命里的匆匆过客。 就像周放和汪妈五年的感情就此假然而止,但这件事却并未就此过去,这也为日后,宋领和周放之间的感情再度出现危机,而事先埋下了一处伏笔。 当有一天宋领去到周放工作室之际,不经意间近看到了桌子上的一张戒条,这张戒条是汪泽阳打给周放的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汪泽阳出来后,听母亲说了周放私自为他留下八万块钱的事,后来不经为此羞愧难当。 再想想自己以往所做的那些破事,就更加后悔不已,于是为了重新找回尊严,汪泽阳就打下了这张戒条。 周放用他的以德抱怨之心,成功唤醒了一个人为敏的良知。 可谓此却让最爱的人产生了误会,毕竟汪泽阳一度把周放害得那么惨,周放却反过来还要帮他。 渣男终于开始白了。 但这势必会让正处在热恋档口的宋领无法接受,因为宋领或许会觉得,两人之间依旧还藕断私连,或者说周放对前任于情未了。 但事实上,周放想帮的人并非汪泽阳,而是汪母。 就这么阴差阳错之下,最终周放和宋领又开启了互对的进程,也不知过后该如何有效化解。 好人确实挺难当。 宋领看到戒条后,心情郁闷醋意大浓,随后为此就和周放发生了一番争执。 当时由于心力赌便选择了戒酒交仇。 先前还是满脸的春风得意,区域间就变得愁云惨淡,这若差确实够大。 从而一喝就停不下来,以至于后来尽喝的明顶大醉不省人事。 趁着宋领的迷护进,洛洛再次神助力随后就将哥哥塞进了周放家。 最初的宋领确实躺在床上,但后来不知不觉中便滚落于床下,继而昏睡依旧。 当周放洗漱完毕回到卧室里,此时的宋领俨然不在他的视线范围,于是接着就躺下安睡。 可就在周放即将进入梦乡之际,宋领这个鬼不知怎么又爬上了床。 继而还将身子整个都压在了周放的身上,差一点没把周放当场给吓尿。 接下来还能有什么好事? 一个真正喝大了的人最怕别人动他,一动就会恶心到想吐。 宋领虽说叱咤酒场多年,但真正喝多了后结果都差不多。 由此不难想象,周放最终会被宋领整成啥样。 不过两人经此一闹腾,毕竟有过同床共枕的经历后往往会让人不再觉得陌生,从此或许会开始同居生活了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一路由你,随遇而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会。